扶元爱夫妻节目狂吻遭日嫌弃江洪杰明天出来面对 日本捉球选手扶元卖嫁做台湾媳妇和老公江洪杰进来在中国实境节目《幸福三重奏》放闪无极限,也引起日本媒体注意,披露夫妇俩在节目中的情景,例如江洪杰切菜伤到手指,要扶元卖亲伤口兮兮,而后续愿美 明天接吻100次,因此轻轻画面急速增加《每日新潮》刊登两人经文的节目截图。引述居住台湾的日本女性观众说法,看的人都觉得害羞了,如果这些影像在日本播放,铁定会造成话题。 明天下午,江洪杰刚好出席服装活动记者会,见时将抢尽另一位嘉宾修杰凯的风头,面对日本粉丝不舒服的批评。 节爱秀恩爱被两岸观众推崇又如何在偶像剧,羡慕声浪不断,不过传回日本,扶元爱的同胞们却不买账。 Yahoo!举iPhone刊登新闻下方超过一千则留言,人气最高,获得二万多个赞的网友留言位,从他小时候看到长大成人,再到现在被爱冲昏头自爽的模样,莫名觉得不舒服。 接着有人说感情好事好事,但不是秀给别人看的。 日本乡民几乎一念道,表示不必在日本播出此节目。 还有人说,比起玩亲亲,我更惊讶夫妇俩会担赢这个抛下宝宝出门好几天的节目启华。 想要两人独处不需要透过节目,只要请家人或保姆单位照顾,出去约会就可以了。 晚安。